它的设计会更像是反五二的一个精英版 今天给我们来聊这双狂怒一代 因为这个是特殊配色的原因 所以说上面会有北京时间的节奏 首先鞋舌上比较标志性的就写着北京的字 整体的鞋面它就用上了这种Cuxia的鞋面 它白色的布有一些微微的发黄 但它是故意做的这种做旧的效果 然后整双鞋比较标志性的是一个贯穿整个鞋面的绑带 它分别会遍布到前掌和后掌的两端 通过这个绑带去进行调节 然后它中间的这个位置是被完全锁死的 然后后跟这边一直延伸到前掌的外侧 有一个非常大的Hair Lock 中底部位就是前掌的Light Phone Plus 包裹着后跟的一块冻材料 再配合这边有一圈这个TPU稳定片 整体的外底下用到的就是这个耐磨橡胶 好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双狂怒一代的厂角 整双鞋它的设计会更像是反五二的一个精英版 当然我觉得它的用料包括它的设计感 可能没有反五二代来的出色 首先鞋面则以于它的这个绑带 整体的包裹性非常之强 这是如果你用手摸的话 它不论是鞋带 包括它的鞋面 还有它整体的外底 都让这双鞋变得非常的耐用 因为各方面的材质都非常的厚实 前掌在你初穿的时候会略微有一些卡脚 但是拆机上之后当你穿开了就好多了 前掌这个Light Phone Plus 它的脚感会比反五二上的那个Light Phone 要来的更弹一些 后跟的这个泵材料 因为它的这个后跟大面积的TPU 其实你不太能感受到它的这个形变 你只能在下落的时候感受到它的这个吸震 它不会有太多的这个软弹的脚感 因为整体它前掌设计的还是非常的平 支撑和稳定完全不用担心 就是它前掌这个灵活度会稍微有所线缺 因为它前掌内侧没有任何的弧度 所以说这双鞋还是比较适合一些吃高压力的后卫 和一些大体重的风险球员 至于内线球员 我觉得它中底的缓震可能不是太够 但是稳定完全够了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答案关于这双鞋的问题 或者其他确认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方评论也可以直接信用我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